对大温讲 那反映这个我们温哥华的房地产的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剧集呢 我爱地产的实际上是马上就要开播了 所以呢这一次我们也是非常的那个荣幸能够且到这一部剧的这一个producer 同时呢也是在剧中担任两位的这个主持 不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producer Kevin 为什么会想要有这么一个想法制作这样一个剧集呢 温哥华的地产呢尤其是在中国的那个圈子那里呢 现在是一个很hot的topic 那样呢我们的那个executive producer like the army那样想做一个节目呢 可以讲到温哥华的地产 那样我们就想出了这个idea出来 那我们就找了talk和link 一起来做这个争议节目 嗯那我也知道这个这个还没有这个开播 但是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简单的一些剧情 就是这部里面到底是以一个什么形式来讲述这个故事呢 当然呢 如果说起温哥华的地产呢 很多不同的地产呢 那我们呢就觉得要想玩一些的 那有些人可以看到有些人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还有呢我们呢就找一个Paul就是土生的 那他呢就就讲英文 就是来了十几年了 就讲国语 那他们两个呢其实呢就是可以沟通 那样呢他们两个呢都不懂得卖房子 但是呢就不懂得做其他东西 好像如果那个basement水浸啊 怎样式水口啊 或者是那里面有些什么坏了 怎样怎样弄啊 或者是你买买的那些resort property 怎样怎样买卖啊 那他们呢就直接就在这儿 出功夫了 中间的灵魂来学东西 嗯 所以可以亲手来制作这个参与一下 嗯 OK 谢谢Kevin 那实际上Kevin刚才也是说呢 其实这一部戏我们也都知道 在温哥华这个房地产是非常热的一个淘陪 那这一次呢有这样一个剧集呢 也是非常的高兴 有我们奥米的参与 那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个Paul跟Link呢 他们两位呢也是在剧中呢 也是会这个动手亲自参与啊 不仅仅是卖屋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问一下这个Link 那你是第一次有出演这样一个剧 然后真的是担任在其中参与 你自己整个下来的感觉如何 我拍过才知道 做地产经济很累 然后当一个电视的主持 拍一个这样的剧真的更累 嗯 那其实很多东西你都是自己没有做过嘛 比如说真的是要修水管啊 然后去刷墙啊 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了什么 其实还有用电锯 剧一个很可怕 剧木头就像拉那个电锯 然后除草 用退出草机这样的事情 因为很多呢 时候我们都可以觉得 不一个人就来做掉了 然后但是亲自经历呢 是完全是又不一样的感受 我觉得这是对啊 因为我的这场客人 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 我自己呢也是中国大陆过来的 所以呢这个是完全给我们中国人 完全诚心的概念 看看啊 本年以加拿大人的生活 因为地产是生活的影响嘛 生活的状况 和投资的概念都不一样 所以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节目 每一次都给大家讲个完全做好的午夜 嗯 非常有人期待啊 那炮我知道你也是这个土生土长分哥华啊 也是看到了分哥华 近年来的一个变化 那你作为这个参与这样其中一个的时候 然后在里面也是要动手的那一样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那这里在温哥华很特别 因为地产是很年有家人啊 旁人啊 是不是大陆都来了嘛 那买些单位和买房呢 是很特别的 很漂亮 但是呢 那么这些市场很大的 因为温哥华有单位啊 在水的时候 如果你买房的时候怎么卖啊 是不是 那些resort property cabin 是几万元那些一百万啊 怎么卖啊 是不是 那这些是很特别的地产啊 就是本身我和你的同事呢 是同一刻是永远都没有机会 可以买这些特别的地产的 嗯 所以实际上对于这个参与 你们也是自己就是 因为本身你们都是地产经纪嘛 但是这一次好像我们看起来 这个平常很简单 但是实际上你们也是要做很多的工作 是的 好的 那其实这一部戏呢 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 未来呢也是会在这个 我们奥米的播出 那所以呢 大家如果是想对这个 地产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呢 当然大家也想了解一下 这个地产经纪的工作 到底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做呢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 奥米电视台的 关于我们国安地产 这个新的剧集 OK 谢谢 谢谢 謝謝